大家好,我是唐凤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够跟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的朋友们 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在社会创新上面的一些发展 这边是我在台北 空总,也就是社会创新实验中心的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是由上百个不同的社会创新团队一起设计出来 在这边随时随地都有各种不同的创新实验正在发生 像大家在荧幕上面 现在看到了这个三轮车 就是由MIT Media Lab 然后跟我们北科大啊 一些黑客松的朋友们一起尝试着 能够让三轮车融入大家的生活 让这种无人的载具是在城市的过程里面 去让大家好比说去建国花市 买个花,放个盆子啊等等啊 这样这种互动的方式 都能够用无人三轮车的方式让大家生活更便捷 那因为这是开放式的创新 所以里面需要的数据资料 以及一些城市码等等 都可以让任何人任意的去改做 在过程里面 大家就更能够了解到怎么样跟一种好像新物种 这样子的AI去相处 也就是说透过开放式的创新 政府的角色逐渐从本来的好像组织 不同地方的朋友 以及仲裁中间的利益 慢慢变成一个开放式的 也就是我们有个空间 让各式各样不同的朋友 虽然有不同的立场 但是在这边可以看到大家实验的实际内容 在此中找到共同的价值 而且在透过这些共同价值 找到对大家都好的创新方式 当然很多朋友会告诉我们说 并不是我们不想创新 而是本来的函事啊 命令啊等等去卡住大家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透过一张杀核的概念 就是让大家在实验的时候 能够排除掉法规命令 甚至法律的使用 实验一年之后 再让所有的人来看 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主意 在Sandbox RGTW这边提出创新实验的朋友们 可能是要实验平台经济 好比方说共享停车位这些 这个我们有国发会 今年1月开始的平台经济 法规调试的平台 也可能是想要实验一些金融方面的工作 那这个就是在4月有我们的金融杀核 那至于年底 我们预计会请立法院通过 一个叫做无人载具杀核 更是世界上第一个 由陆海空这种混合模式的运输 都可以进行测试的一个方法 在测试的期间 只要不是测试洗钱啊 自助恐怖分子啊 这种大家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事情 任何现有的法规命令 你都可以挑战 在过程里面 由经济部收单之后 测试个一年 如果大家觉得是好主意 还可以在扩大范围 扩大运营模式 再多测试一年 等到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的时候 如果法规命令 我们就直接修正 按照你写的这个版本 就变成了现在法规命令 如果它需要修法的话 那立法院最多可以花四年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里面 整个实验都会继续运行 也就是说 当我透过巡回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告诉各地 去发掘各地的需求的时候 同时之间 在社会创新实验中心的12个部会 也就透过远距连线的方式 可以直接回答 回应到在地的朋友们 对于这些创新实验的具体建议 这样子的话 也比较不会有一个球 丢到某个部会受伤 别的部会就露结了 这样的情况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创新 就是一个横跨各个部会 不同的一个虚拟的一个team 那当然我们有更大的展示场 不是只有在台北空总 像沙伦的智慧绿能科学城 就是一次可以展示 各种各样的创新实验 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当然我们要怎么样去确保 说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或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呢 因为如果不是一件好事 那么实验就要停止啊 大家就感谢投资人付了学费 下次再是一个不同的方法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是连这样子的讨论 都可以透过AI在线上 去整理大家共同的事实 共同的感受 对于这些感受 大家有什么想法 以及根据这些想法 来做出决定 那像这边就是在无人载具 当时在V台湾这个平台 讨论的时候 有个朋友 应该是这位Lisa 她提到她对于这个 无人载具的一些想法 这些想法 每个人你可以同意 按agree 或者不同意 按disagree 那你按了之后呢 你的这个代表的符号 就会在你的 Twitter跟Facebook朋友中间 跑来跑去 找到一个适合的地方 但是有趣的就是说 因为你不能回复 如果你想到一个 更好的见解 那你就会提出来说 我觉得怎么怎么样 让别人也能够透过 agree或disagree的方法 每一次经过 这样子的讨论之后 就会发现 虽然我们有一些 不同的立场 就是右边的那些小点 但是有更多互相 彼此都认同的价值 那因为我们设计出来 讨论空间 能够让大家 越来越趋近于大家 共同的价值 所以到最后 大家就可以根据 这些共同的感受 实际坐下来 跟另一关系人 去做出一个最终的讨论 也就是说 这个社会创新 就是真的能够去结合 各界不同的想法 跟力量 而且也不是只有 政府来提供资料 而是任何人 都可以提供资料 这样一个想法 其实在我加入内阁之前 本来就是在G0V这个社群 他的想法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带用政府的概念 与其是骂说 为什么政府里没有人做这个 不如先承认自己 就是这个没有人 就先来做做看 所以像 为什么政府没有在我家附近 设空气品质感测器 那这些朋友们 就自己用了相当便宜的 PM2.5 以及其他空气品质感测器 在圈台好几千个不同的地方 透过空气盒子 这样子的物联网技术 去建立了这样子 空气品质的感测网 那他们现在也开始做水品质 以及更多的公民科学的感测 那台湾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我们是亚洲公民社会 空间最大的一个地方 政府每次碰到这样的情况 自己的公信力受到威胁了 那我们就保持了一个 打不过就加入的态度 也就是说 在大家没有步到的这些点位 环保手来步 如果大家觉得说 这些比较便宜的侦测器 它的精确度不够高 工研院帮大家制作 更好的感测原件 因为这样的关系 甚至对我们的外交 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因为当它解决 台湾这边的空气品质的 公信力的问题的时候 同样的开放式创新 就可以透过民间社群 对民间社群 厂商对厂商 而不需要政府对政府的方式 一下子就扩散到 所有需要类似解决方案的地方 那政府呢 当然我们也架了一个叫做 民生公共物联网 ci.taiwan.gov.tw 这样的网站 目前呢 正在办一个竞赛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还有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可以报名 它就是 首奖是 应该三百万台币吧 然后二奖一百万 任何能够拿这些 共通的资料 从民间 从公部门 私部门 一起去取得这些资料 然后让社会更理解说 我们目前实际的 环境状况 是怎么样的专案 我们都非常愿意 去让大家知道 而且也支持 这样子专案的开发 因为我们认为 有共通的事实基础 才是民主讨论的 一个基石 所以最后 我想我们呼应 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 我们在做社会创新的时候 一个最重要的想法 就是跨部门的 伙伴关系 不管你是在做 任何一个永续发展的题目 对于任何其他 16个题目的朋友们 都只有加强 而不会彼此之间 互相抵消 所以最后 我想用我入阁前 所写的一首诗 来为这个演讲作解 它讲的呢 就是我们在做 社会创新的时候 重点还是人的需求 而不是在技术的 扩散上面 那这首诗是这样的 使用创新的这首诗 当时使用创新的 当时使用价格 And when we hear that the singularity is near, let us always remember the plurality is here.